我们希望老师和家长也可以一起来 学习会计与金融市场方面的知识 同时我们希望孩子们 学到的是一个经营者的思维 而不只是一个消费者的思维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孩子喜欢跑车 可以鼓励他未来可以卖跑车 孩子如果喜欢玩手机 可以鼓励他学动画 学城市设计 所以理财教育的目的 是用金钱的动机 鼓励孩子愿意在当下 定定比较丰富的学习目标 并且愿意持续学习 然后善用知识经济 创造未来的价值 而不是如何管理现有的钱财